日本前首相安倍國葬这天 不少民众穿黑色上衣 戴着鲜花 向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献花之意 还因为人潮太多 提前开放民众进场 这里是捷运半葬门站的出口 距离献花台其实还有1.5公里左右的距离 但从捷运站涌现的人潮 以及将这里的十字路口挤得水泄不通 街道两侧满满都是人潮 还得出动景地维持秩序 质疑民众沿着五道拐千鸟渊公园 和地铁半葬门站排队 人龙绵延近两公里 感念安倍贡献 没法到场的连网路上也有线花台 质疑人数累积超过25万 不过有人哀悼却也有人反弹 手拿标语批评安倍财势伤害民主主义的人 还有不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 都集结在会场外反对举办国葬 抗议民众遍地开花 国会议事堂前集会抗议人数 更号称有1.5万人 除了东京都心 神户 仙台 大阪 也都有抗议 身为战后第二位获国葬待遇的日本首相 在哀悼与抗议声交杂下的国葬仪式 也格外引发世界关注 净新闻中央报道